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迪士尼经典卡通人物 由于他的生日是1934年6月9日 因此这天就成为国家唐老鸭日 唐老鸭虽然脾气毛道易怒 而且经常得意忘形 不过他个性活泼 容易满足 加上可爱的蓝色水手服 使他成为迪士尼最受欢迎的卡通人物之一 就远美国奥勒冈大学 也在1947年取得Water Disney本人同意 正式将唐老鸭成为学校吉祥物 无论是在校园内或是球场上 只要唐老鸭出现 都会有许多人抢着跟他合照 可见唐老鸭是多么的受欢迎 由于小主播Lora洛杉矶报道